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6年6月4号 当时做那个节目的时候 不是一定踩在6月4号那个时间上 不是踩在六四 2016年 2017年6月4号是个礼拜一 那节目呢也就那么出来了 那我忘了 我真忘了是当时第一期讲的是什么 后来那朋友说是不是讲的黄菊之死 可能是 那时候连个这个背景都没有 一个破一个货桌子 然后坐在那坐在椅子 我忘了就就 可能连电视也没有 他给我找着 他说在YouTube上还有 那我就不知道有多少朋友看过了 我也确实没有记得 第一期的内容是什么 他说那是 在YouTube上是叫黄菊之死 我自己蛮感叹的 那现在我们是第十个年头了 牛脸到了明年 6月3号 6月4号 那就是十年了 这个节目呢 现在看的人呢 我也不好说了 那天我偶然查了一下 YouTube上 就我一个账号上 YouTube的看我节目的人 都来自于哪里 大概现在九千万 平均下来一年一千万 但不能这么算 因为YouTube的账号真正实用 2012年2月3号是4号 真正实用 王立军跑 我也就跟上追 咱就追上 追到今天 所以将近九千万是这四年里 四年里 那定户呢 大概34万吧 大概是这么多 这个前提是在大陆完全被封杀的情况下 所以那个第一期节目都是 我都不知道 我个人连拷贝都没有了 所以给我的感觉就是赚回来了 而有多少人来自世界各地呢 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呢 234个 全世界有主权的国家 香港三地区 有主权的国家 大概192是195 大概是这个数 234 所有全世界有人的地方 国家和地区 大概是252个 大概是 我不知道 格林兰岛可能也算地区吧 我不知道 细节没看 那 有中国人的地方 就有人看石头 全世界各地 这话绝不是吹牛 你看看BBC 中文网 来自世界多少国家地区 美国之音 那 纽约时报的中文版 你试试 你查试 肯定可以查出这数 但有没有243个国家和地区 看石头的节目 我敢跟他比 那纽约时报多大的买卖 咱们没买卖 咱就一破电视 一破背景 我跟大家讲过一个概念 从师父那学的 我自己理解 人的肉身 各具特色 人的家庭 各具背景 人的背教育 都有自己的特点 但人为什么 中国人强调一个缘分 强调一个灵魂 在那样的地方 我们是共通的 在那种共通的地方 人与人内在的 灵魂上的碰撞 是任何现实环境中 任何的阻力 任何的东西 都无法阻碍 那主流看我 看我节目的人 一定是大陆 对吧 那大陆花多少钱 建立防火墙 不让老百姓接触海外 就像有人说 石涛 石涛替美国人说话 年薪20万 你太看不起石涛了 20万 大陆 人家建立起来的防火墙 花多少钱 花多少钱 如果多少人翻墙出来看 你说那墙值多少钱 你说石涛值多少钱 你记住 原来做买卖的时候有句话 有价不算贵 你任何一东西 你开出价了 就有人能买它 就怕的是没劲 就怕的没劲 这话讲的是买卖 如果讲人的话 人的肉身是有形的 对不对 这长那样 那长那样 人的灵魂是无形的 我们之间的交往 朋友能够看我的节目 我们之间的缘分 超越于人间的肉身 才会有今天 才会能够有这样的突破 有朋友不一定能 不一定能够认识 有很多人 有一些人带着任务的 在YouTube上骂我 我说早讲过 你骂我 我就乐累 为什么 骂了三年了都没走 我就讨厌这个人 我就讨厌这个石头石头石头 我就烦他 我就不爱看他 看三年了 故事就这么来的 人的生活的过程 过去十天就是故事 有好的 有坏的 有善良的 站在人的角度 有不同的解释 站在生命的角度 咱俩有点缘分 有善的 有恶的 有撇一眼的 有脆嘴的 各种缘分 但是有一样 看了你就不走 你老骂我 你也不走 这不是我赖皮 对不对 我不知道你是谁 是你不走 可不是我不走 所以佛家讲的慈悲里 慈悲的概念 超越于人间讲的善 是个生命的境界 慈悲 其实都是在佛家里 讲着很高境界的生命 他的生命自然反应 他的存在 就是慈悲的表现 王者的风范 不在于他的炫耀 他的存在的本身 就足矣了 这是从师父那儿学的 所以对于今天中国人而言 今天你是你缘分当中的 你的灵魂当中的 久远生命的期待 你信不信 有人听得懂 有人不一定听得懂 人间表现的一切就是表象 就这西服一样 可以换个前色的 换个黑的 换个什么都成 对不对 但是换什么都是一种 外在的表现 他内在生命的实质 在于我们灵魂之间的交往 那灵魂之间的交往 我在节目中强调的是 对人的 自己的尊重 你是个人 就要尊重自己 真正爱自己 是珍惜自己生命的真实 那珍惜自己生命的真实 首先就是尊重 一个尊重自己生命的本身 脱生成人本身的 一个境界的灵魂 那他只能拒绝魔鬼 香港人就这么干 苹果日报通篇 几十篇 都是关于香港五号大选的问题 这个立法会选举的问题 我们只能摘录两个咯 第一篇文章这么说 Step into a divine land 立法会世代交替 那治港要改嫌一辙 而写这篇文章的人呢 是理工大学的社会研究政策中心的主任 叫做钟建华 立法会选举 那投票率和投票人数打破记录 在地区的选举中 选民投出了令政府尴尬的结果 这里指着梁振英政府 那足以见到香港人热切期待的 以这个在人大831政改决定 和雨伞运动之后的首次立法会选举 向政府表态 叫vote them out 这是他这么说的 就是要把梁振英等人给他选出去 那今天梁振英面对这概念 包括中央 所谓中央政府面对这概念 梁振英估计就死定了 梁振英死定了 我们在2014年雨伞运动的时候 跟大家讲过了 当时梁振英想用vote them out 要把那些具有独立意识的年轻人 给他选出去 不让他进入立法会 结果他这句话却印在了自己身上 更年轻的 更具有独立意识的年轻人 进入了立法会 取代了原来的老牌的泛民主派 也就是说梁振英说把他们弄出去 结果把他自己弄出去 雨伞运动之后 香港的政治生态出现明显改变 年轻世代除了不信任政府北京之外 也不再完全相信那些在街头搞运动的人 也就是老牌的政坛大佬 和那些老牌的泛民主派 他们觉得耽误了时间 他们觉得他们真正不能够替香港人说话 所以这些人站住 一个又一个在雨伞运动之后的组织 本土的组织成立 出现了以港独为旗帜的组织 年轻人为骨干 香港拍了个电影十年 获得了香港的金像奖 那引起了香港的风波 对不对 包括一些专业人士 电影的专业人士 有这个有那 什么专业人士 就是赚钱的家伙 就是一个财主 我跟你说 很多演员就是财主 只认钱不认人 用了一个演表演的技能 来埋态自己做人的尊严 他失去了这一份 而十年这个影片 在香港的这个年度的评选当中 成为了最佳影片 但今天的一切 就是那十年 非常非常特别 立法会选举一些老人 落马 包括李卓仁 冯剑基 何秀兰 而一些年轻人 包括朱凯迪 刘晓丽等人 打着本土的旗号 去进入了立法会 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了故事 而更让人觉得特别的是 年轻的新政叫做尤惠征 击败了严如教主般的黄淑民 400张票给他击败 黄淑民已经非常的突出的 这么一个泛民主派式的人物 对吧 围绕了他的个人的做法 有很多争论 甚至有人在认为他跟北京 跟中共有什么瓜葛 各种说法都有 但是黄淑民本身在香港非常有名气 然后讲说 这些新入选的年轻的议员 受到了不少人的怀疑和批评 但更重要的是 他们在选举中摆出的姿态 和提出的理念 是被香港人接受的 在平常的时候 我们看到香港人这个那个那个 在过去的时间里出现这种争论 那种争论 那种争论 包括在这次特选 这个特区选 立法会选举中 过程中 很多媒体认为 民主派会遭遇滑铁炉 民主派会没有足够的票选 民主派 民主派 这个民主派 很多媒体是站在原来的 传统的泛民主派的角度去看 但真正的故事发生 却不是这样 他们的经验 成为了自身的障碍 挡住了很多媒体人 对现实环境中对香港人民意的了解 就是我说的 共产党死定了 很多对共产党进行这种分析和那种分析的人 根本看不到一个根本的一点 人出生必死无疑 那在他基础上成立的一切都必死无疑 什么时候 就像香港人 尊重自己是个正常的人 拒绝共产党 他的出现是有理由 共产党的出现 给大陆人带来的磨难 让人们意识到一个正常人的生存 在共产党的框架下 是件很艰难的事情 反衬出来做人的尊严 就像我刚才说的道理一样 短短几年来 来自234个国家和地区的人 看石涛的节目 咱俩谁也不认识谁 他为什么要来 他为什么能来 他为什么骂了我三年还不走 就这个 生命就是生命 政治就是政治 政治无力跟生命相比较 太浅薄 穿开裆裤 随处尿地的 随处撒尿 就那么浅薄 政治 所以很多人 把自己陷入到如此浅薄的过程中 穿着开裆裤一点隐私都没有 为什么 太嫩 但他表现出来很老 以为很老 说的天花烂坠 就跟小孩尿尿似的 我是画个心 还是尿个萝卜 随你便 对不对 尿个坑都无所谓 小孩尿尿 所以这是生命跟政治之间的区别 打压激发了本土派和港独的扩散 这个就不用讲了 这个我们知道在之前 我们跟大家分析过 港独思潮和本土主义的涌现 急速扩散 是中共对香港政策长期错误 及梁振英那种斗争策略激化而成 明确就指的是他 就是共产党一手做成的 对吧 共产党的政策 相应的政策 把它在国内 在大陆完全可以运用 却用在了香港 这一国两制 你现在知道什么叫一国两制 珍贵了吧 这就珍贵在这 珍贵在哪 珍贵在每一个香港人有机会 维护自己的尊严 今天香港人在充分的利用自己的机会 拒绝共产党的魔鬼 就在这 一点没有额外的 尊重自己是个人 就得跟共产党说不 然后文章提到说 早前中文大学进行的民意测试 是反映有近四成的年轻人受访者支持港独 那可见这一次本土派仍然未能大胜 只因为较大年龄群构成了制约的效果 因为他是政策研究室的人嘛 进行技术上的分析 对吧 其实很多参与政治的人 在一些政客当中都明白 在今天的背景之下 在雨伞运动结束的时候 都没有港独的说法 和本土意识的说法 个别的媒体有 两年之后 其实都不到两年 一年半 因为2014年底 雨伞运动才算结束 一年半的时间走到今天 我问你哪个政治团体能走到今天 能走成今天这个样 在非常松散的 更谈不出 有任何资金支持的背景之下 这叫民心所向 在这种压力之下 带有强烈本土意识 甚至港独意识的人 依然有六人当选 加上传统的泛民主派的接班人 那多少更倾向于本土意识 来处理香港问题 所以年轻 新锐年轻的议员 取代了老一套 那将意味着在香港本身 在香港的真正的权力阶层 立法会 所谓的中央政策 所谓的中央司法 很难下来 在未来的时间里 会促成今天主政的习近平 必须把这样的失败 放在梁振英 中联办 港澳办 刘云山和张德江等这些人脑子上 所以我跟大家讲过 在香港的问题上 在国内的问题上 乃至国际的社会问题上 所有的力量会汇总在习近平身上 逼他把江泽民挂出来 你不把江泽民挂出来 他相生相克的道理 就会在他脑子上扣死他 这就是习近平面对的场面 所以我跟有些很多朋友说 他搞独裁 我说什么独裁不独裁 瞎扯淡 活跟死的问题 还独裁不独裁 独裁是政治 生与死是生命 两个层面的角度 而2014年战中和雨伞运动的主要的策划者 主要的组织者 戴耀廷教授 他是港大的法律系的教授 他在同一天写了篇文章 香港民主运动在上路 所以他在讲这话就显得非常的特别 因为从2014年的610刘云山的香港白皮书 到游戴耀廷主持的6月22号的类似香港的公投 造成了近80万人 再延续到9月28号晚上 那梁振英政府在香港的政府的金钟 所在地的金钟 望角等主要四五个地方 释放催泪弹 想制造港版的8964 有一张照片 戴耀廷跪在地上 痛哭 那是当时戴耀廷的一张照片 那我们 我当时的感受是非常深刻的 因为戴耀廷自己呢 是一个天主教徒 所以这是 作为一个2014年的中心式人物 面对5号香港立法会的选举结果 他讲出这么一段话 经历2014的雨伞运动之后 立法会的选举 成为了最主要的检验 那从当选者的背景和特质产生的组合 对香港民主运动在下一个阶段如何走 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启示 当然非建制派的叫碎片化 令支持民主的力量出了太多的名单 导致选票严重的贪薄 那使选情陷入了危机 最后在直选地区取得了19席 是最好的结果了 就是民主派之间的分化了 他讲了 第二个 支持民主的选民极度渴望改革 对民主运动的目标争取的手法 组织以及代表他们的人都有希望改变 第三 本土组织兴起 那组成了新的政治力量 他们必须支持自觉 担忧倾向于港独 所以手法会更加激进 第四 那公民社会组织兴起成为了新的政治力量 他们着重于社会关系 代表人物如朱凯迪 罗贯聪等人取得了亮眼的成绩 那所以这是作为一个法律和政治学者 那戴耀廷的总结了 第五 拥有强大地区网络和投入大量地区工作的政党 却失去了议席和被边缘化 他们当然不会消失 但是他们今天要反思他们的行为 那里就是指着那些原来的泛民主派 在泛民派的党派中 民主党公民党能保住实力 维持民主运动中的大党地位 但得票少 显示他们支持虽然稳定 但已经出现变化 那其他政党包括工党 接工社民联 人民力量都只能取得议席 所以说明在过去时间里 这些民主派的政党的政策 跟香港人的想法有脱离 第八 公民的民主自觉意识已经明显的诞生了 尤其是反映在参与策略策划投票的选民 那数目可能远远超过之前的孤体 最后的总结 香港民主运动的路途仍是漫漫 但庆幸见到越来越多的同路人 那走起来至少不会感到孤单 那作为2014年的那么一个人物 特别我跟大家说 在2014年9月28号 他孤单的在街上 痛哭 旁边只有我不知道是不是他的女朋友还是谁 和陈日军主教 原来的主教 两个人安慰他 那当时的场面 就是一个孤独者的场面 当时是那么看 但是我们知道雨伞运动 确实从那一天真正在香港展开 整个的雨伞运动的过程 又不是孤单 那今天作为学者的他 戴耀廷的学者的他 他完全从政治学角度和这个法律的角度 去分析香港民主势力的这种分摊和改变 分摊和改变 他扭了来呼吁说 希望在民主的路途上 不会太孤单 他认为民主的路呢 会路漫漫 我不这么认为 他的认为的说法 就是认为香港要与共产党 中共的本身进行长时间的搏杀 他的立足点是在香港本身 我觉得他忽视了一点 当一个正常的人拒绝共产党魔鬼的时候 你想过没有 明天共产党可能就嘎呗了 你知道可能香港人不知道什么叫嘎呗啊 就明天他一打嗝憋死了 你还用路漫漫吗 所以别光看自己 好 看得再大一点 他一牛脸死了 死得你非常的惊呆 对很多朋友而言 但是在我的眼睛里 那个嘎呗可能已经就那样了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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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